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科技霸权主义 美方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企图利用自身科技优势 遏制打压先行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展 此举违反市场经济规则 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 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搞技术封锁 技术脱钩 妄图垄断世界先进科技 维护自身科技霸权 破坏全球紧密合作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注定以失败告终